2018年8月24日2023去世奇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着很多让人想不到的事情,有些我们闻所未闻,而有些就在我们身边,只是我们不曾留意。 所以,一男子在沙滩上游玩,竟然将一奇怪的生物当玩具,事后男子后悔不已,到底是为什么呢?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一男子在沙滩上游玩,他发现沙滩上有一些奇怪的生物,用手接触,会有一种酥麻的感觉,男子很奇怪,就把玩了起来,男子甚至将其当作太阳帽来遮挡太阳,可这种酥麻的感觉,一会儿,就变为了疼痛。 男子赶紧将其摘下,男子找来了更多的生物,放在自己身上,男子很享受这种刺激。 在国外,很多人会为了寻求刺激,而参加各种各样的极限活动,男子可能也具有这样的心态吧? 其实这些生物是水母,然而水母虽然长相美丽恩顺,其实十分凶猛,在散状体的下面,那些细长的触手是它的消化器官,也是它的武器,在触手的上面布满了次细胞,像毒丝一样,能够射出毒液。 一旦被折伤,是很危险的,由于男子长时间地把玩水母,或许把水母惹生气了,苏麻的感觉越来越严重。 男子最终无法忍受,躺在海滩上不停地打滚,每个人应该都有一颗寻求刺激的心。 然而这一切是要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条件下,网友们对男子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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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